原标题 汉武帝在完全亲人的初期 为什么依然与匈奴保持和亲关系 众所周知 汉武帝最大的功绩之一 就是反击匈奴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汉武帝好像是从登基那天旗 就开始反击匈奴 直到晚年发布《轮台最济诏》 汉兄之间的这场战争 似乎持续了近50年 根据史书记载 汉武帝直到登基7年多后 才正式开启了对匈奴的战事 而不是登基后立刻开战 更有意思的是 汉武帝在完全亲政之初 依然与匈奴保持相对屈辱的和亲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汉武帝在当太子时就知道 汉兄之战将是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持久战 战争的影响江波及整个天下 面对如此规模的大战 谨慎决策的汉武帝 要做好足够的准备 扫除各种祸患 这就需要时间 展开权文另外 汉朝与匈奴的和亲 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不仅深入人心 而且还催生了一批利益集团 再加上当时汉朝无为而至的 治国理念导致在朝廷重臣中存在很强大的和亲派 反对秦旨和亲 汉武帝与秦始皇 最大不同在于 汉武帝在施展雄台大略的同时 非常注意 不突破朝廷百姓的承受极限 才会有有王秦之师 而免王秦之祸的评价 他在亲征出妻 继续与匈奴和亲也是如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